欢喜入措 贴上新的春联 高龄93岁的阿公 开心得不得了 50多岁的儿子和高龄爸妈 住在老旧的土砖屋 随时都会倒塌 一个修缮的安排 结构都是岌岌可危 屋顶的衡量也都烂得快差不多了 帮它立了八根柱子 然后那个柱基础 柱螺栓 大概深入大概一米深 营建处10月初开始规划修缮 这是慈善的力量 经过50天的奋斗 我把它形容叫做青州已过万重山 近两个月的时间屋顶翻新 屋内也焕然一新 希望给他们能够一个安身 安心的 全新的房子 不用再担心说一下雨的话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浴干粉泥土我们都现在 地面上先弄好 不用再上上下下这样 让师傅他们可以专心的去做 这期间当去的志工也全力协助 此时一家人温暖的微笑 是志工最暖心的回报 大安新闻南投总和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